大家好,我是评头哥姐说 今天我来分享一个免费VPN加无线流量加优选IP节点 让你科学上网速度起飞的教程 本次教程需要用到五个链接 我们一步步来 首先打开Warp家的官网 就是这个了 这里提供了苹果手机和安卓版本 以及Mac和Windows 最后就是Linux系统的版本 我这里下载Windows版本 下载完成直接双击打开安装 安装过程中全部默认即可 完成后右下角会有提示 我们打开任务栏里的软件 这里点击下一步 然后接受它的条款协议 现在默认是断开连接的 而且流量也不是无线流量 接下来我们需要获取无线流量 打开这个链接 然后打开你的电报软件 没有的去下载安装 就是这个网址 有安卓和苹果 还有Windows和Mac 根据自己需要来下载相应的版本 然后这里需要复制这个用户名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搞错了 复制完我们来到电报软件 在搜索栏粘贴复制的用户名搜索 这里需要注意 第一个才是其他的不要管 我们点击第一个进去 点击开始 它会提示 如果需要密钥 要按照代码格式发送信息 我们点击这个格式 它会自动发送 然后回复你信息 提示需要加入这两个频道才可以 我们先一个一个加入 加入后再次返回 然后点击下方这个提示 你已经加入了 现在再次点击这个格式 它会给你出一道题目 按照格式回复题目的答案就行 比如3-2等于1 我们复制下面的格式到输入框 然后删除15 填写答案1 点发送 现在成功获取到无线流量的密钥 我们复制它 打开你的WARP加软件 点击设置 再点击偏好设置 接着点击账户 进来后点击使用其他密钥 在这里粘贴我们刚刚复制的密钥 按确定 现在看看 各10 百 千 万 十万 百万 千万 两千多万GB的流量 我估计你用到老都用不完 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想优选IP的话 直接点击连接就行了 网速也可以 但我们需要更快速的IP 就要下载WireGuard这个软件 它是跨平台使用的 打开下载页面 同样支持多系统 我这里直接下载Windows版本 下载好之后双击安装 等它安装完会自动打开 现在我们点击左下角这个道三角形 新建空隧道 取一个你喜欢的名字 然后按保存 接下来需要获取配置文件 打开这个链接 进入后点击右上角这个RAM 等它加载完成 完成后要求你选择账户 我们刚刚用的是Warp加 所以输入二按回车 这里要输入你刚刚获取到的 无线流量密钥 来到Warp加软件 进入账户列表 点一下许可密钥 选中它 这里一定要右键复制 不然复制不了 回到配置文件 同样的一定要右键粘贴 不然也粘贴不了 按回车 输入你喜欢的名字按回车 等待10秒 出来二维码之后就成功了 我们复制上面这段红色字 要右键复制 现在来到WireGuard 右键你的用户名 选择编辑锁选隧道 将这里面的全部删除 然后粘贴你刚刚复制的配置文件 按保存 现在其实已经可以连接了 但我们需要优选的IP 所以要用到一个工具 打开最后一个链接 将它下载下来 下载好解压它 进来后 这里面好几个文件 我们只需要双击打开这个BAT后缀的文件 如果你看不到BAT后缀 在上面查看这里 文件扩展名前面打勾就行 其实你不打勾也可以 打开之前一定要关闭或者断开所有科学上网工具 不然获取到的IP不准确 断开后双击打开文件 这里有IP4和IP6两个选项 我们默认选IP4 输入一按回车 这个时候 它会自动获取离我们最近的IP地址 等它完成即可 显示这个就是已完成 我们关闭它 在这里能看到一个表格打开会看到有很多的IP地址 第一个就是IP和端口 第二个是丢包率 第三个就是延迟 延迟越低越好 现在我选第一个试试 复制IP和端口 打开WireGuard软件 右键用户名 编辑锁选隧道 只要删除这里 然后粘贴我们复制的IP和端口 点保存 到这里大功告成 现在可以点击连接了 连接成功后 我们试试效果 找一个4K视频来看看 没有丝毫的卡顿 立马飙升到2万8 播放过程中一点卡顿都没有 只是由于我在国内的原因 距离比较远 拖动进度条会有两秒左右的卡顿 我觉得还能接受 如果你在国外的话速度只会更快 想要IP6的地址 一样在这里获取 获取后重复IP4的操作即可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 请多多分享和点赞 以及订阅我 感谢 感谢 感谢